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洪宽,今天是3月15号 今天呢,还是要讲一讲这个大爆炸,这个大爆炸的原因呢 现在官方给出了一个说法 官方的说法是说,大概是输气管道 输送天然气的管道发生了泄漏 导致了爆炸 但是这个解释呢,实际上和这个两次爆炸是相矛盾的 如果说真的是像官方讲的那样啊 这个输送管道泄漏啊 因为管道老旧啊,或者是底下这个挖地道啊 修地铁啊,可能是不小心把这个管道给挖断了啊 导致这个煤气外泄 整个楼里边啊,充满着浓度比较高的煤气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点个火啊,抽个烟啊 就可能导致爆炸 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呢 一次爆炸之后 这个楼啊,门窗全给震破了 甚至啊,这个到处都是洞 那个没有来得及燃烧,没有来得及爆炸的煤气 就跑掉了 就一次就炸完了 不太可能说啊,再过一会儿又聚集了高浓度的煤气 然后无处逃脱,又碰到一个火星子,又炸了啊 不可能了 所以说这个,我看有极少数的人讲到了这一点 在油管上啊 境外的,墙外的,有人讲的这一点 但是在墙内的文章那里,没有人讲到这个深度啊 这个,涉及到一点专业的知识 这是第一啊,我认为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这个观点的思路是正确的 也和我的基本判断比较符合 它如果真的是地底下的煤气管道发生了泄漏 发生了爆炸的话呢 它应该地面一楼就炸掉 一楼炸掉的话 二楼,三楼,四楼,五楼都不存在了吧 但是我从早期看到的照片呢 视频呢,看着好像是那个爆炸点呢 是在三楼,差不多中间的那个位置 炸了之后呢,把这个楼的上半截 四楼,五楼给炸飞了 那么一楼,二楼还在 所以说一楼的工作人员 包括那些穿着制服的那个餐馆呢 是炸鸡店啊什么 那人从那个一楼还跑出来了 跑出了很多人出来啊 就说明它这个爆炸集中点没有在一楼 这不正常啊 这不正常 那更大的可能性 是这个楼里面可能在三楼啊 四楼啊 那个位置上有人放了 就是人为的放了炸药 或者是放了那个土炸药 还是洋炸药不管放了那种高档量的炸料 那然后炸了之后啊 一楼的人还活着啊 这是很多人在一楼跑出来了 死的比较多的是爆炸的那一层和上面的那个 这个是比较正确的思路啊 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啊 去抱着怀疑的眼光 把一些真相报道出来 比如说爆炸现场是什么味道 这个非常重要啊 如果是你闻着是那个啊 是那个炸药的味道啊 你咱们过年的像我小时候过年放鞭炮 那个是土质炸药啊 一销二黄三木炭 那个味儿咱们都知道啊 如果是那个味儿的话 你就可以朝着那个方向去破案 如果是煤气的味道 来不及燃烧的那个煤气的味道 被你闻到了啊 那就是煤气爆炸 如果没有那些味儿 是另外的怪味儿 这个就是说 那个爆炸现场的味道 极其重要 你基本上看不到有人 讲到底是什么味道啊 这个就说明 大家的这个专业素质啊 那科学常识啊 都不具备 那么现在官方的立场很清楚 官方就是要维稳啊 就是封锁现场 销毁现场 把证据给你消掉了 他第一时间把整个毁掉的那两个楼 全给拆掉了 这个地就没了 平了 你再想破案 没法破了 以后他这个当地的政府 他给你个报告 就是这样了 你你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就这个你你也没法证实 你也没法证伪 你就随他说了 啊 这就是中共地下 这个这个啊 下级干部应付这种啊 突发性突发事件的标准操作 任何媒体 那你想来独立报道 你想拨出去 没门啊 这次硬碰硬 央视的啊 那些女记者啊 啊 就是都给都给这个啊 都给都给断拨了吧 啊 这搞得央视也很傻眼了 央视只好拨美国的爆炸了 爆这个 这是荒唐啊 啊 那么 真相不重要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的各级官员 真相不重要 维稳才是重要的 封锁现场才是重要的 控制证据啊 才是重要的 能够把这个事忽悠老百姓 忽悠下去 把老百姓的嘴给堵起来 这才是重要的 真相完全不重要 这就是中国 你不能指望啊 你不能指望中国政府啊 他尊重真相 你看看这个在两会 两会啊 两会这么重要的场合啊 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国务院总理开这个 即使招待会都取消了 就什么什么呀 就说明我现在这个总理呢 这个 口才比较差啊 应激能力也不行 万一被记者啊 我们自己安排的记者没安排好 有点差 万一搞一个外国记者 他就问一个刁钻问题 啊 万一一不小心 你李强又跟李克强一样 说出来了 全国六亿人口啊 一个月的收入达不到一千块钱人民币 这样的真真理真相 说出来的话 那怎么办 这共产党还怎么维稳了 啊 知道吗 所以说 你别指望在中国 在重大啊 这个灾难面前 你别指望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啊 他尊重你的知情权啊 他他告诉你真相 他配合你 他绝无可能 回来再说这个这次爆炸的真相啊 我们从一个科学家去尽量的用科学的这个眼光 咱们一点点的朝着真相去靠近啊 呃 向煤气爆炸 煤气泄漏 假如说 咱们地下施工 挖地铁的那个施工队啊 如果他不小心一下挖断了一个煤气管道 那么现场 煤气 他应该能闻到 那个 底下那些工作人员 工人马上就说不对啊 这个这个什么气啊 啊 这个是我在外国的经验 我这个外国的煤气啊 这个天然气啊 他里边加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臭味的一个东西 啊 这个一不小心啊 比如说我们家里用的这个煤气灶啊 忘了关了啊 或者只是火灭了 但是没关牢啊 在那放气 你很快就能闻到一个一个臭味 那个是煤气特有的一个臭味 这个是煤气公司 特意掺杂在天然气里边的一个臭味 就是为了安全起见 啊 那个化学分子 我也查出来 我说的是美国的啊 美国的天然气 家里用的这个输油管道 啊 那个那个排除了那个气啊 啊 这个灶头上那个气 里边加了一个叫 你知道甲醇这个分子吗 甲醇 那个氧 要用硫来替代 叫甲鸡瘤啊 我不知道那个怎么翻译啊 啊 就是相当于一个最简单的甲醇分子 但是那个那个甲醇分子的那个氧呢 那个枪剂呢 换成啊 里边那个氧换成瘤 是那么一个分子 很简单 哎 没有味道 呃 呃 呃 没有颜色 啊 一然浓度高的话 也是也是能够燃烧 啊 有臭味 这个臭味呢 反正是很难闻了 啊 闻过的都都都都都知道啊 那个臭味就是为了安全起见 就是防止煤气管道泄漏 让你知道你的空间里面 已经有煤气了 赶快查一查 哪个地方没关牢 哪个地方泄漏了 赶快处理 他就这么个作用 就是安全起见 就是防止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你啊 你这个空间里边 这个天然气煤气的浓度太高 然后你一打火一点烟 卡就爆炸 就防止这个事发生 所以加了一个臭味气 啊 这个你们搜一搜啊 有这个 这是美国的 美国的煤气有这个味 在中国 我没来美国之前 那就是三四十年前 我在中国用煤气 好像也是有个臭味 反正它是特有的一个臭味 所以说如果啊 真的是煤气泄漏 导致啊 这个东山啊 客栈啊 东山旅馆招待所啊 这个这个他这个房间里面啊 充斥着高浓度的煤气的话呢 那里面呢 早晨七八点钟的时候 很多人就已经醒了 就能闻到怪味 怎么回事啊 哪里漏气了 谁的煤气到围观上啊 他会大叫啊 对吧 所以说这个呢 煤气泄漏不被发现 概率比较小 这是第一 第二 煤气爆炸之后啊 这个封闭的空间已经解除了 再发生二次爆炸的概率极低 这是第二个疑点啊 第三个疑点 在现场那些啊 逃生的人或者就在就近的人 闻到那个爆炸之后的那个味道 啊 这个也是一个啊 一个指标 当然这个第三个指标没有人谈 没有人讲这什么味啊 啥味啊 这是啊 是tnt的味道啊 还是啊 这个啊 鞭炮的味啊 还是这个臭鸡蛋的味啊 还是啊 还是没气的味啊 还是还是没味啊 啊 没人讲 也记者啊 那记者也不问啊 央视的记者也没有人讲这些东西啊 这个是帮助我们远距离的人啊 判断这个爆炸真相的一些硬指标 那你你没有硬指标 你光瞎猜这个 那就是没有意义啊 那就是阴谋论了 所以说这个 呃 有一个巨大的可能性 从中共啊 以极快的速度 一天之内 那就把这个爆炸现场给清除掉 来看 其实中共做决策的这个人 他知道这个爆炸不是煤气 如果是煤气的话 尤其是在地下 他清理的过程中啊 那么多大型机械在那 你这个机械一打火 一点啊 那那也是有火星啊 那万一 呃 一再引起第三次爆炸怎么办 对吧 你得找到那个泄露源 把泄露源关掉之后 你才能够安全的处理 把如果说非得说 以最快的速度 把那个现场清理的话 你才敢清理 那么除非 除非啊 这个燕交当地的干部 已经知道准确的情报 这就是有人在那放了炸药 放了两包炸药 这两个炸药都已经爆炸了 所以应该是再没有第三个啊 爆炸了可能性了 所以咱就放心 但是尽快把它拆除 然后咱们就编一个故事啊 给这个河北省委 让河北省委报给党中央 国务院这事就过去了啊 编一个谁都不承担责任的啊 也别赖上了你那个炸鸡店了 炸鸡店的老板听说 下个不轻啊 咱见老板说我不用围气啊 我用的是电 我这是电炉子 我的我的鸡都是电炉子炸出来的 和煤气没关系啊 所以说这个事啊 大家还得不话说了 你在中国的话 你别指望最终有人告诉你真相了 不太可能了 你像在我的老家山东德州 那一个人架着摔压死那么多 小学生那个事有后续吗 我搜了一下 没有后续没人谈了 那事就假设没发生了 山东举南县 这个春节灭门那个事 有后续吧 没有人谈了 完全就是盖住了 维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没有真相 所以说2024年 大家记住啊 那2024年 可能到了大决战的这一年了 中共干部被习近平下的命令 都是死命令 发生这样的 重大社会恶行事件 第一时间就是封锁现场 控制舆论导向 那坚决不允许视频流出去 坚决不允许真相 被人民得知 我们就把它盖住 把它删掉 已经发出东西 得把它删掉 所以就这么做了 没有真相了 真相来不及跟你讲了 李强都不接受记者提问了 你还跟谁要真相啊 没有真相了 那么我们回头来讲两句 赵安吉 赵安吉我也一直反思 最近有新的体会 有新的提高 你看我过去 我出了 讲过三次赵安吉了吧 专门出这个长视频 来解释赵安吉这个事的 生死教训 我们活着的人从当中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他死的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 那我包括啊 这个 我真正关心这个事 是三月八号 妇女节那天 华尔街日报 爆了一个猛料 就是这里边有一个七仙女 有七个哈佛的闺蜜 哈佛的同学 都是女的 我判断都是中国人啊 判断是中国人 到他家牧场里来聚会 大年三吃一块吃 大年初一呢 赵安吉他在这个900英亩的牧场上 参观了各种项目 宾煮 欢聚一堂 到了晚上吃的烤肉 好好吃 我相信大年初一 老朋友聚会 尤其是在自己的牧场里 不喝点酒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他们应该是都喝了酒 喝的还挺happy 挺好 很高 喝到晚上11点半 赵安吉说 哎呀 我到孩子那边去睡去 我跟孩子一块睡啊 这样他明天早上醒的时候 第一眼能看到妈妈 我走了 你们也休息吧 11点半离开这个客栈 出去 过了几分钟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版本啊 过了几分钟 咱就不重复了 那么 这个七仙女 这七个哈佛女人 这是他的同学老朋友 这个是个猛料 这个应该是事实 是真相 也没法否认 那么在这个 爆出来这个猛料之前 江湖上 油管上 自媒体平台上 有很多阴谋论 现在回头一看都不太靠谱啊 包括有的人说 哎呀 他这个牧场不是赵安吉的 是他的姐姐跟他姐夫的 这个胡说八道啊 这个这个完全不对了 然后有的人说 哎呀 他死在那 他那个 因为他那个 有一条小河 小河流过他的这个 牧场 有个小河 叫这个 叫米勒 克克 这个 关于克克的 我说成峡谷啊 这个有点太夸大了啊 因为我家周围都是克克 克克正确的翻译呢 应该翻成河谷 特点 第一 常年流水 常年有水啊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河 你填补满他 你填满底下 得修一个寒道 让水 他常有水啊 下到了雨季 水多 到了旱季 有可能断流啊 也可能不断流啊 这个 这是第一 常年有水 第二 你开车从这 如果这条路经过这条 克克的话呢 一般是 开车从这经过的 先 大下坡 然后到了这个谷底之后啊 又上坡啊 这是 开手动车 嗯 这个到这个地方操作比较多啊 啊 这个是我 常年 常年我 这个 所以这个克克在我的观念当中都是 大峡谷啊 大峡谷呢 有没有 有啊 有没有大峡谷叫克克的 有 但是最常见的克克 他家里边 赵安吉家里的那个克克 米勒克克呢 实际上是一个河谷啊 你翻译成米勒河谷就对了啊 他们修了很多自己修的坝 就是为了把那个水呢 给他拦住 储存在这儿 这样的话呢 呃 牧场上可以没事交交草地啊 对吧 呃 然后这个种点庄稼的话 也可以有水 什么都可以办了 关键是有人告诉提醒我说 那个主要是马 你养马 养羊 那得喝水啊 对吧 啊 喝水当然也可以打个井 问题是你如果不修个河坝 存着水的话 你打井 你得打多么深的井 才能碰到这个水层啊 对吧 嗯 所以这个建坝啊 赵安吉家里的土地上 根据他上一个卖主 根据上一个卖主 写的那个 卖这个房子 是广告词里面写着 他家的土地上啊 这有900英亩的 有两个坝 水泥修的坝 这个在地图上看得很清楚 你能大体上能辨识出来 哪两个坝属于他的 其中有一个坝 顺便在那个坝上还修一条路 还可以过去 当然了 呃 他们 呃 他们 呃 买了这个牧场之后啊 据说是花了300万美元 又重新整修过 重新整修过 那就是大概是不是又修了第三个坝呀 这不知道啊 是不是又重新修了路啊 重新修路的概率非常高 因为根据 呃 谷歌上卫星上的老 照片看 和最新的啊 这个咱们的真人到现场去勘探 呃 勘查拍的照片拍的视频 他的那个门不一样了 他重新修了门啊 这个修的呢 呃 咱就不说了吧 但是这里边说要害啊 他这个风水是有问 是有问题的啊 他的这个门啊 有一个入口 进出 他自己的这个地儿 呃 就在一个墓地上 那个墓地我上次说有18个墓 我仔细看了一下 不止 可能得有上百 那是一个呃 还算是一个中型的 不是个小型的墓地啊 是一个中型的墓地 接近100个墓碑在那儿啊 这是好几代人 这个继任的林登江森总统 就是肯尼迪的副手 副总统 他的先祖 就是他的先祖 也叫江森 是一个江森 哈哈 所以还是有点来历啊 这个地方 就是早年的这些啊 创业的在这儿啊 殖民者吧 啊 占据这个地方的那些人 啊 后来也出过名人啊 出过总统 后人当中 其实那些地 那些地不值钱 我算了一下 他这块地儿900英亩 他是大概花了1200万美元买下来的 啊 这个价格还是我大吃一惊啊 我是买不起啊 啊 第一我是买不起 第二我觉得 我感觉不值那个价 你算了一下是13000亿亩啊 就是那种地矿 啊 没有什么可生产的 你说就是养马啊 啊 你能养几匹马啊 对吧 养羊 你能养几头羊啊 你种庄稼 它能长吗 啊 种种瓜果啊 种果树大概可以 但是呢 但是呢 我没考虑到这个水 他修的这两个坝 水的价值 我没法估量了 这个是我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水在那个地方是无价之宝 有一条小河谷流过你的土地 给你的土地增值多少倍 我就没法估量 这我没碰到我 这方面我没有经验 啊 所以这个可能是水给他 他这块土地啊 增值不少 因为未来将来 德克萨斯州 那再重新蓬勃起来 发展起来 你想他900多亿物的土地 可以盖多少房子啊 可以盖一个大镇子啊 可以盖一个公社筑地啊 不得了啊 那个价值是不得了的 但是当然这是长远投资了啊 风水有问题 现在就比较荒诞的 就是碰到这样的事呢 咱们中文的传统的媒体的记者 你比如像世界日报啊 或者美国之音呢 他已经舍不得花钱 请他的记者去实地考察一下 拍一个中国人的记者 中国人那个路走一趟 一走那儿 一下高速公路 马上就看到 哇他这么大一个墓地啊 马上这个是他一定要写笔的 这是在一个墓地上 这中国人 这对中国人 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心中 有这个风水概念的人 啊 这是绝对是一个大事啊 啊 中国没有一个记者去 这个后来呢 华尔街日报的女记者去 他也不懂 所以他也不记这个东西 他根本就不记啊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机会 我曾经讲到 没讲透啊 我今天再讲讲 那么他这个老赵家的人 不可能不懂 为什么还要买这个东西 啊 这个啊 这怎么说呢 我挖了一下 他们家的祖谱啊 大家还记得我曾经 上个视频讲到这个 南京的这个金陵大学 也就是南京大学的前身 金陵大学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教会学校 金陵大学的校长 在北伐运动 1927年的三月 也就是差不多快到了 这个时候啊 啊 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 打造江苏占领南京的时候 啊 北伐军到金陵大学的校园去耍流氓 专门达到帝国主义 什么叫达到帝国主义 找外国人 找外国人的茬 迫害外国人 消灭 打击 啊 枪毙外国人 这就是北伐军干的这些畜生啊 畜生不如的这种啊 你不能说北伐军都他妈是好人呢 也干了很多坏事啊 这是疯狂啊 跟他妈义和团一样 因为什么 受苏联共产党的指挥吧 他受他的影响 苏联共产党就交给北伐军 你打倒帝国主已经行了 啊 那主要是针对日本 主要是对着日本去的 后来北伐军这个啊 那个战争的过程 他大顺了之后 他见的外国人 他都看着不顺眼啊 这就是北伐军的指导思想啊 这帮小子们也不是真爱国的 就是给国家找麻烦的 当然了啊 1927年4月12号 老蒋及时的扭转了 这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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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这个这个啊 改玄一张了 跟苏联就翻脸了 那么这个金陵大学 还真跟赵安吉的家族有关系 跟他的母系有关系 也就是说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的父亲 也就是赵安吉的外公 赵安吉的老爷 应该是姓朱 这个朱先生 是金陵大学毕业的 就是赵安吉的妈妈 是金陵大学的毕业生的女儿 啊 这个朱先生 在中华民国还当过不高不低的官 大概是法官呢 大概是从事 应该是金陵大学法学院 或者法律系毕业的 这么一个人 后来混进了中华民国的政府系统 所以说1949年的时候呢 这个老朱家就去了台湾了 自动跟着国民党的溃逃的部队 去了台湾 那么他去台湾的时候呢 这个老赵家这一支 老赵家大家都知道 他是上海嘉定县的 一个农民 当然也不是个简单的农民 老赵家呢 就是赵西成的父亲 没有上过大学 大概是 大概是自学啊 或者上个 办过小学 当时的小学 那个年代啊 就说从这个家族 比的话 这老朱家 老朱家 母系这边 是压着老赵家这边 当然老赵家这边 人家赵西成挺有出息啊 能考上上海交通大学 那也是相当相当厉害的 所以说他能够跟 江泽民能扯上个校友 两个人是不是同班同级 这个不知道啊 已经不可考了 也不重要 而且更更重要的是 江泽民读这个上海交大 他是读的后半截 他的前半截读的是中央大学 是日本 汪伟时期的南京的 伟中央 我们南大写到 汪伟这段要加一个伟 伟中央大学 因为正牌中央大学 搬了嘛 随着这个老蒋 搬到了重庆 搬到了大西南去了 那么留在南京的这个校园 他们后来继续办学 汪精卫建立了伟政权之后 啊 那么继续办学 叫伟中央大学 还是那个地儿 可能还有一些教授还在 江泽民是读了两三年的这个伟中央大学 在然后四五年抗战胜利 伟中央大学的学历面临着要被取消 这个成分不好啊 你在日本人领导下你能学到啥呀 那玩意我们中华民国不能接受啊 你得重新给你出路 你再重新考进另外一个学校 那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个后一两年呢 江泽民到了上海考进了 上海交通大学 应该就是算差班了啊 所以大概跟赵锡城老先生 有这么一个交集 这就是咱就知道有这个故事就行了 就是老赵家在1945年的时候呢 跟这个老朱家断了 因为这个赵锡城正好出洋 他大概是不在上海 回来之后49年了 已经我的女朋友 我的未婚妻 我的妻子跑哪去找不着了 失去联系了 但是大概率判断 说他们老朱家 应该是跟着政府搬到台湾去了 赵锡城老先生 那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这个心肝宝贝啊 这是我的 我不能没有他 所以赵锡城老先生 一转身也去了台湾 到台湾呢 用用尽了大海捞针的办法 居然被他找到了 两个人 这是啊 这个就是他有这么一段爱情故事啊 所以老赵 赵锡城先生 在中国读的是交通大学 交通大学不是教会学校 交通大学的那个 应该是偏点左 有很多共产党的地下党 这个江自明不是吹牛逼吗 他在上海交大加入了共产党 这个这个可能是啊 但是他不是个教会学校 后来赵锡城老先生到美国留学 应该是受到了他的妻子啊 朱木兰女士家族的影响 读的是教会学校 读的是纽约的圣约翰大学 咱上海有圣约翰大学啊 那是个名校 在纽约也有一个圣约翰大学 他俩的关系是什么 我不知道 纽约的圣约翰大学呢 在纽约因为名校云集啊 名校纽约的名校太多了 显着纽约的这个圣约翰大学 不是那么好 那么当时 赵锡城先生读的是 圣约翰大学的工商管理啊 读完了之后就开始做生意啊 这个赶上了好时代 然后来做这个 这个就是就有点像你30年前啊 这个你是个年轻人 就学马云啊 卖电脑卖软件 卖网站卖网页 就是这个这个投资 成功赌重了 运气特别好 这是赵老先生的这个啊 这个一路走来 他决定做这个海运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能不能赚钱啊 这是自己爱好这个 自己在上海较大学的这个啊 学的大概是传播这方面的啊 啊 就是有自己的优势 自己感兴趣吧 就是他读的也不是个特别好的那种哈佛 不是啊 就是还得考虑到学费啊 学贵贵啊 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啊 一个年轻人决定读哪个学校 很多因素是有钱决定的 其实咱们华人当中读这个一般学校做的特别成功的例子 非常多 除去赵锡城之外 还有一个姓王的 就是纽约我刚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特别厉害 号称是电脑的啊 叫computer associates吧 有这么一个公司叫computer associates 那个人的名字叫王什么来着 他就是读的一个纽约一般的学校 就是纽约 呃 quins college啊 那是quins college 校友当中最成功的人 赚钱最多的一个人 但是后来他那个企业做现在怎么样 我不知道了 这么多年都不知道了 那个可能是已经失败了呀 但是我刚到美国30年前那是不得了的 那仅次于IBM啊 叫大家搜索这个公司啊 computer associates 创始人就是类似这么一个人 姓王的一个人 读完了quins college自己办公啊 电脑啊 咔咔咔咔咔咔 一度打到了非常高的境界啊 当然也有更好的像王安啊 那个卖这个打字机啊 也是非常 因为王安那是名校啊 但是在名校之外 也有利用美国的这个啊 你读一个正常的学校啊 也能够做的非常好啊 当然这个东西有赌博的性质在里边 因为你不知道你从事的这个行业 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会变成个什么样 这谁都不知道啊 所以赵锡城老先生有偶然性啊 也不是说他特别懂啊 就他就知道他这个传播啊 为什么啊 中国会加入WTO啊 中国和美国的这个贸易量会这么高啊 啊 这个啊 啊 迎来了我的这个啊 老校友 江泽民给我这么大的大单呢 那我在共产党那儿 我占尽了便宜啊 啊 回来说 老朱家啊 和这个老赵家 这个联姻 应该是回归到了 在美国这个文化里面 他们做的风生水起 应该已经皈依到了基督教了 啊 注意啊 因为他读的教会学校 啊 这个赵锡城老先生在美国留学 读的是圣约翰大学 这个是教会学校 啊 他的老岳父 老朱先生 在中国啊 在这个南京 读的就是金陵大学 那也是教会学校 他能取上啊 他心仪的啊 自己的心上人啊 这个这个这个 呃 朱木兰女士 给他一口气生了六个女儿啊 你想想 就说明啊 他是 真的觉得 自己 已经 漂白了 就是中国文化的东西 他已经放弃了 就是美国人 就是基督徒 所以他在美国很舒服啊 呃 如鱼得水 也事业做的顺风顺水 又赶上了好运 赶上了中美贸易啊 进入这个WTO之后 这个贸易特别发达 而且中国特别需要啊 美国这个市场 所以他这六个女儿 都是很厉害啊 呃 这个就能解释 他 不在乎这个东西啊 因为在基督徒的心目当中 呃 对于中国文化 嗯 那些风水啊 这些他根本就不在乎啊 基督徒不在乎这个东西 但是你如果真的不在乎了 超脱了啊 就这个倒是个好事 怕是什么呢 怕的就是 嗯 就是 心里没有 超脱 心里还有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实际上回头一看 也是不可避免 你看一看这个 他们这个老赵家 都是跟什么人打交道啊 都是跟共产党一些魔鬼在打交道 啊 包括美国社会的一些魔鬼 美国社会也有很多魔鬼啊 为了赚共产党的钱 变着发的给共产党说好话 给共产党美言 美化共产党啊 这就是咱们说这五毛 可能人家也不一定 靠宣传共产党直接拿这个五毛 五毛钱的这个经费啊 啊 咱可以用这个自干特自干无啊 来描述这种人 这个在美国中美啊 这个啊 中美合作特别好 中美贸易特别好的时候 美国社会当中有很多人 华尔街有很多这样的人 不说人话呀 哈哈 我为什么有这个感慨呢 啊 那个我是看到一张照片 我也得跟他分享一下这个照片啊 赵安吉 有一次赵安吉经常在中国参加各种活动啊 好几十年来 经常给中国人讲 我们虽然是洋装穿在身 可我们心还是中国心 你看看 就怕这个啊 就怕这个 你如果洋装穿在身 你就是个洋人 你这个思想彻底啊 跟洋人一样 那是个好事 那就这个像买块牧场带个墓地 那你能镇得住 但如果你还有中国心呢 就麻烦了 啊 这张照片 大家看这个老头是谁啊 能辨认出来吗 这个是赵安吉非常年轻的时候 可能二十出个头 应该不到三十 非常年轻 这个老头 你们谁能认识这个老头 这个老头 这个老头 我判定 是李敦白 他中文名字叫李敦白 英文名字 我有点记不住了啊 英文名字 毛泽东都能够念出来 他跟毛泽东是老朋友 跟周恩来是老朋友 你想想啊 跟朱德是老朋友 跟王光美是老朋友 还跟 有人还跟他 这个撮合呀 让他跟王光美谈恋爱 啊 那个时候王光美在 呃 北京军条处 给叶建英当秘书 啊 他那个 通过叶建英认识了王光美 呃 后来在延安 重逢 见到王光美 格外亲切 两个人英语 就可以对谈 中文也很 这个 这个李敦白 中文讲的很好啊 有人就撮合他 你俩挺好啊 你俩谈恋爱吧 啊 那个时候李敦白为了 呃到中国啊 参加共产党的革命啊 参加革命啊 这个在美国的老婆不要了 他说这个这个 呃李敦白就有点像这个白球恩 如果白球恩不死啊 白球恩不牺牲掉 活下来啊 那那那个那个资格跟这个李敦白差不多 啊 这个这个老头啊 搜中文李敦白啊 这个故事太多了 你注意看啊 他们两个胸上带的这个花 是一样的 说明他们两个人参加一 共产党的一个 同样的活动 啊 所以你看他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你搜一搜李敦白是个什么人 啊 李敦白是 加入46年 194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是他保留了他的美国国籍 后来呢 1949年建国 中共建国 中共建政 啊 还 啊 这个 是毛泽东啊 还是周恩来啊 还是谁 派他提前 大头战 先去北京 啊 啊 准备要和美国人啊 用英语 需要你这个人才 去 呃 沟通 他跟施哲一块去北京 啊 还没出发就被逮捕了 什么原因啊 啊 逮捕 49年被抓起来 逮捕 判刑6年 坐牢6年 坐牢6年 什么罪名啊 啊 那共产党自己 毛泽东啊 周恩来 救不了他 为什么 是莫斯科下来的命令 说他是美国特务 说他是CIA 美国美国特务 抓起来 啊 这个毛泽东只好照办啊 抓起来 关起来 一关就关了6年 49年加6年 就是55年 56年了嘛 才把他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 毛泽东见了他 说老朋友 对不起啊 冤枉你了啊 啊 那个时候 注意啊 55年 56年 毛啊 毛 就开始要跟赫鲁晓夫 要决裂了 斯大林已经死了 那是斯大林的命令 注意啊 你看 以中国共产党这些人 最高领导人 啊 决定 啊 抓 判 关押啊 一个 一个美国的一个共产党员 他是真心的投奔 就跟白秋一样 真心的要加入共产党 这个 这个帮助中国搞革命啊 真心的 不也不是CIA 一直到现在 他已经去世了 这老头活了90多岁啊 他已经死了 死了之后 也没有任何人说 他是美国的情报 他不是 他就是一个美国这种 极少数的人 他就是用咱们的话讲 走火路魔了吧 他自己临死之前 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 也说 我回90多岁了 他说我回过我的医生啊 我这个前半生呢 我参加中国革命 投奔毛泽东 投奔周恩来 给中国做大外宣 在新华社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呀 用英语对外国人做事 他是不是真心的 真的是希望通过帮助 中国共产党闹革命 取得胜利 希望给中国人民带来解放 这个革命是正义的 我真心是这样 但是后来 我错了 尤其我在文革当中 尤其是我第二次被抓 他说我错了 错的理由呢 他说我动了人家的奶酪 我挖了人家的祖坟 我看那个香港那个 陈平的那个阳光卫视啊 有一个视频讲了一句话 我没点开仔细看啊 不知道这个包袱是什么 他说我挖了人家的祖坟 挖谁的祖坟 我没看啊 谁有兴趣谁去看看 但真实的情况应该是 注意啊 这个老兄在中国两次做了 一个是49年 由于斯大林的命令 就是斯大林一口咬定 他就是美国的特务 你给我抓起来 就抓起来 关了六年 六年之后放出来 这个 就算给他平反招雪吧 因为毛泽东已经不在乎苏联了吧 就把他放出来了 放出来 他 痴心不改啊 他说 党 共产党虐我 这个千百遍 我对党的恩情 对党的感情 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不变 我继续参加革命 继续好好工作 继续在中国 后来娶了一个中国人的媳妇啊 姓王叫王玉琳 这个中国女人给他生了四个孩子 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啊 这四个孩子也都到美国了 后来 长话短说啊 在文革当中 这个李敦白 带头 代表在北京的外国专家 造反 那这也是 不得了啊 他跟毛主席的合影 当时也是流传很广啊 他一时间成为一个 咱们现在讲是个跳梁小丑 就有点像凯达富这样的人吧 啊 这个这个 文革当中不用造反领袖吗 他就是一个 以外国人的身份 他是个美国公民 那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美国公民啊 啊 很多其他的外国人都放弃 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之后 放弃他本来的国籍 他是唯一的一个 死活不放弃美国国籍的一个人 后来文革当中啊 在1968年的时候 又把他抓起来了 那 抓起来的理由就说实际上是江青 江青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他和王光美 有点私交 因为他在延安 试图跟王光美谈恋爱 啊 他是请王光美我请你吃饭 请你吃红烧肉 嗯 是红烧肉还是回锅肉啊 那个时候 在延安 吃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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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餐一顿吃肉 那可是不得了啊 很长面子啊 后来王光美说 我要请 我要回请你一顿吧 我请你吃红烧肉 两个人有这么 但是两个人毕竟啊 没有谈成 人家王光美又找到 更好的对象了 对吧 所以这事就过去了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到了最疯狂的时候 1968年 春天 就不行了 大概是江青在毛主席那儿 美言了几句 就说这个人是个坏人啊 这个人不能什么 胡搞 大概是毛主席啊 周恩来就亲自签字批 据说有13个他的老朋友 都是中共高级干部 亲自签字 要把他逮捕 要把他抓起来 文革当中 啊 作为罪名呢 这次的罪名挺好啊 作为这个 啊 这个 王力官方弃本语 反革命集团小组 成员 啊 我上个视频不是讲到 呃 弃本语回忆录吗 值得推荐大家听一听啊 呃 王力官方弃本语 那个是毛 那都是毛主席身边的 呃 近尘的 嗯 这个是经常跟毛主席在一起吃 这个聊天 写文章啊 啊 这个这个思想交流的 这些人啊 这这个李敦白作为那个小组 因为他大概是负责 毛泽东文章的英文翻译 这个人的学历是很好的 在美国啊 他是 他不是穷人家出身啊 他是南卡 南卡 南卡罗乃纳州 呃 得一个 就算是一个 呃 相当不错的家庭 呃 后来考大学的时候 据说也考得很好 普伦斯顿大学录取他 给他奖金 嗯 他不去 他就近读的是北卡大学啊 有一个庙堂三分校啊 那个也是很好的 呃 就读的那个 然后读完了之后 加入美军 美军把他栽培啊 要把他派到东方去 呃 发现这个人呢 有语言天赋 那就说让你 学一门 呃 中文吧 把他送到斯坦福大学 密集培训中文 那个时候还没有CIA啊 啊 那个CIA还没有正式成立 显然他如果老老实实在美军里面待着啊 慢慢熬成CIA的啊 这个元老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他极其聪明啊 这个中文医学就会啊 成为CIA里面的这个汉语专家 中国专家 呃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他去中国 后来他毕竟啊 心里面对于美国的社会制度 他是不认同的 他心里面真正向往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就是当时那个傻白田吧 嗯 所以到了中国之后呢 呃 四五年抗战 呃 二战结束之后啊 他就退出了美军 退出了美军 跟中国共产党在昆明的那些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注意啊 他在美国又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啊 他是这个门道 他很容易摸清楚 找到了共产党的霸主啊 宋庆龄 让宋庆龄给他推荐 说我要去延安 我要参加共产党革命 宋庆龄说你先别去 你得有点业绩啊 我推荐你到联合国吧 我在联合国里有面子啊 你到联合国前去任职 然后在那儿 我再找机会给你安排 这个宋庆龄是一个大特务啊 老蒋没把这个大姨子给干死 给他给他灭掉 这个这是老蒋的错误啊 这个咱就不说吧 就是总而言之 他真给 真给共产党立了一点 公啊 偷了点情报送给共产党 他在延安一说就哇 这就是你啊 哎呦 你给我们立了不小的功啊 他在延安一下 这个人反正很会搞社交 你看这个口才啊 这个钻营的本事啊 在中国人搞人际关系啊 这个犹太人的特点表现得 跟中国人啊 他很容易搞到一块去 在延安就成了红人了 很快就打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朱德毛泽东啊 这个周恩来 都是他的哥们啊 这个这个很好 结果49年被抓起来 关了六年 坐了六年的牢 文革当中 又作为王立官风 替本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抓起来 这一次一关就是十年啊 注意啊 他是赤诚的 加入中国共产党 帮助共产党闹革命 无望之灾 一片真心换来了16年的大牢 你想想 这是什么感觉 他自己回忆啊 他说他在监狱当中 坐牢期间 到1976年 1月份 周恩来死的时候 他一看到报纸上 有周恩来死 他说他紧不住 他的眼泪 哗啦哗啦的流啊 就是觉得周恩来 是我的直欲针 我这么好的朋友死了 我也没有办法去悼念他 像跟那个狱卒啊 要一块黑纱 自己啊都啊 都没人给他 他自己做了个黑纱 还被人家训斥了一顿 啊 训斥他就让他交代 你怎么回事啊 他说他也讲不出个道理了 就是那个眼泪流 哗啦哗啦的流啊 就是他 他自己感觉 他跟周恩来是真有感情 是这么一个人 后来 啊 77年 终于放出来 他在文革当中遭遇 赶得上谁了 赶得上这个杨尚坤了 杨尚坤在文革当中坐牢 好像也坐了十来年啊 哈哈哈 这坐牢比较长的 中共老干部啊 老老革命 老资历 在文革当中 被人家打到这个 秦城监狱坐牢的人 啊 呃呃呃呃 做十来年的是比较比较少的 这个李敦白在秦城监狱 坐牢的时候 做到后来 76年77年那个时候 他说有一天 哎一看我对面的这个房子 怎么是江青啊 哎把他乐坏了 说我这江青啊 我知道你有可能也会落到这一步啊 那我看来我出头的日子也不远了 啊 总而言之有点彻长了 他这个经历啊 后来到了80年 到了80年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下决定 带着老婆孩子 永远的离开了中国 就带着啊 你想他一个光棍 去的中国参加共产党的革命 到1980年 自己又回美国的时候 他已经60岁了 啊 到了我这个岁数了 带着老婆 带着四个孩子 就带了五口 记录美国 加入美国国籍 啊 因为那他有优势 他还 保持着他的美国国籍身份 但是话说 他回来时候怎么过日子啊 那这这这这这五口 六口的支架 吃什么呀 啊 这就是时来运转吗 那他这个时来运转 你们自己读一读吧 啊 他是怎么发财的 跟赵锡城先生的这个经历 啊 有的一笔 啊 都是壮大运 壮上 啊 他就学这个谁嘛 他就学这个基辛格嘛 利用自己的知名度 啊 利用自己的知名度 然后 成立了一个咨询公司 啊 客户是谁呢 客户是美国这些大资本家 想到中国去做生意的人 怎么拉关系 怎么搞腐败 怎么搞定共产党的各级审批步子 啊 你得有人懂的人给你手把手教你 带你才行啊 你想见邓小平 那邓小平就见你啊 比如说美国 呃 这个华莱士 要像要到带这个设置组 啊 到北京去采访中共 啊 这个最高领导 你以为 邓小平就随便接受你的采访啊 那不可能 就像今天的王志安 带这个设置组 到了美国 老拜登 拜振华 我要采访你 人家能够随便就答应你 王志安 让你跟你一块做节目 帮你赚钱吗 不可能啊这里边得有人穿针引线啊 所以当年就有类似他就是干这个活的 他真的促成了美国的设置组到中国采访到了邓小平这个量级的领导人 这做成了 这一下他在美国就名气就做起来了 就是你一向到中国做生意 你找基辛格那是一个层次 你还得找李敦白啊 他的李敦白呢 他中国的事没有他搞不定的 他什么人都认识 关键是他弯门鞋带 他懂 他能跟你私下讲点真家伙 这真起作用的 在中国做生意 你不找李敦白 你没法做 基辛格做不到那个层面 基辛格是走上层 所以总而言之 他一事就最后就做起来了 所以后来这个老先生 晚年的生活是相当不错的 那就小日子过得很好 北京也有房子 美国当然也有房子了 也是买的到时候都有房子啊 然后他的子女应该出路也不错 他本人活到了90多岁 说明内心平静吧 当然赵齐城先生也90多岁了啊 都是承受 就说明他晚年的日子过得很好 有大量的不差钱 不差钱 然后最主要的是自己心理平衡 他不像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 内心失去了平衡 就像毛泽东在1971年9月13号 比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李敦白的符文 水平还要高一个档次 那那个很好 大家学这个写作 学着写这个符文的话 一定要搜出来李敦白符文 纽约时报的版本啊 写得非常好啊 其中引用了他活着的时候也是很老了 90多岁的时候 活着的时候接受英国财经 就是Financial Times财经时报采访他 那都是问的尖锐问题 就问他你回过你的一生 你觉得你值吗 哪些值得你骄傲 哪些你有忏悔 觉得后人应该借鉴你的 就这种问题啊 他就说了一话 他说我早年参加中国革命 帮助共产党赢得胜利 那是真心的 他说我到现在也觉得我没做错 但是后来我到文革当中啊 我容我学着共产党 认同共产党容不下别人啊 一定要把政治意见 政治就是啊 消灭把政治意见消灭干净的 这个不能容人的这个做法啊 执行我在文革当中随波逐流 因为文革当中就是实行这个吧 绝对容不得任何政治意见 这个意是意义啊 啊 他说一定要把他们赶尽杀绝 他说我这个是做错了啊 他说我老了 我意识到了 我那个是不对的啊 他说后来我坐牢的时候呢 我在文革当中 亲城监狱蹲了十年的牢 大彻大悟啊 所以说我坐牢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痛苦 为什么 自己想明白了 自己也确实做错了 虽然说我坐牢的理由是因为江青说了一些啊 可能就是诬陷我啊 江青啊 这个啊 诬陷我啊 这个这个江青不对啊 江青本人也会遭报应 他说但是我也迫害过别人啊 他说的是他作为王光美的老朋友 跳出来 带头接批 批判王光美 还有一些老干部 其他老干部啊 他的老朋友 他都干过 文革当中实行流行这个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就是政治上 他讲到了一个概念 他说政治 什么叫政治 咱们中文的政治 政治的正 这个词 政治 这个概念 对应着英语的 politics 啊 这个用法有可能是从 近代 一百多年以来 从日语 借鉴的 但是呢 在中国的古典文像当中 还真有政治这个词 不是说咱们的古人没用过 用过 也就是这个意思 只是说中国的读书人 后来就忘掉了这个传统 因为中国一千多年以来 过去一千多年以来 中国的政治没有丝毫的进步 在政治作为一个学问 作为一个科学 作为一个哲学上 没有任何的进步 没有创新 就是王朝的不断的重复 所以中国对于现代政治的贡献是零 啊 所以政治这个概念 这个用语 也被中国人忘到九霄云外了 到了后来 到了一百年一百五 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中国的读书人 才从日语当中 又重新找回了政治 这个词 拿来啊 作为对应西方的现代政治 politics的一个翻译 普及开来 但是你问中国人什么叫政治 还真的没有人能讲到他的精髓 这李敦白就讲了 他说政治的正 你看看这个字怎么写 来我写给你啊 正 一正一反 这个政治的正 一正一反为之正 哈哈哈哈 啊 这个反呢 是走字的那个走字的那个反啊 反过来的反 一正一反为之正 啊 这个智呢 啊 十一三点水 一个台啊 就说明什么呀 啊 就是一个台子飘在水上嘛 被水围着啊 就是平衡 平衡 所以说一正 一反为之正 说明什么呀 所以说明这个政治 搞政治 你不能够把反对派消灭 所以文革那种做法 一直啊 到现在习近平这种做法 不允许任何批评意见 不允许任何反对派 听不得任何批评 这已经彻底走到了政治的正的反面 习近平搞的根本就不是政治 习近平搞的是奴隶主 这是极权专制 极权 极权的极 极权专制 对应着啊 英语里的那个totalitarianism 这就是莫索利尼搞的那一套 就是啊 那个希特罗搞的那一套 就是斯大林搞的这一套 就是毛泽东搞的这一套 这个是绝对祸国殃民 这根本就不是政治 政治的本质 必须得有正的 有反的 政客互相辩论 互相争议 那么质呢 还要最终要维持一个平衡 水能栽州 水也能复州 所以政治的质 治理的质 一定别忘了孟子所说的那句话 这个水能栽州 水也能复州 这个质 台子飘在水上 台子周围都是水 什么意思 平衡吗 就是说当一个政府 当一个政权 要把政治反对意见 反对人士 反对派赶尽撒绝的时候 这个政权 已经走到了邪恶的一边了 这不是真的政治了 李敦白的这个悟 他这个感悟能力 虽然说他是个外国人 他中文学得非常好 到了90多岁快死的时候 他的悟性 掏出了我们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这是很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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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但是他整个从80年代 一直到2000年 这个这个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他也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就跟现在这个老赵家这些人一样 知道吗 我看看 有人跟得上我的思路吗 有什么尖锐问题吗 回答两个 那是他前夫老头 不是 那是李敦白 他前夫老头 跟他只有九个月的时间 不太可能有机会跟他去中国 基辛格号称 后半生去中国一百次 这赵安吉去中国恐怕都不止 他人家是 人家是党的人 党赋予他这么重要的 这么多重要的职位职责任务 那他去回中国就跟他的家一样 这就从宿命论 那从这个宏大叙事 纵观他的一生 他的人生的轨迹 这个可以解释他 最后 以这样的悲剧收场的 这个 这个轨迹很清楚 就是说 虽然说自己的家族 自己的父亲这边 母亲这边都是基督徒的意识形态了 但是 但是 常年跟中国人说鬼话 哎 我是洋装顺扇穿在身 我心还是中国心 可是中国心 100颗中国心 得有99颗中国心 心里面是有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 包括风水的概念 中国人不太可能 心里很平衡 能够住在一个墓地的边上 那是中国人绝对不可能的 你让他讲道理 他讲不出来 但是这是本能 这是中国文化 对中国人的这个影响 我认为 赵安吉女士 就伤在这个地方 他死前可能意识不到 两边的好处都站着 就是最后搞不清到底 见人说人话 见鬼 说鬼话 说多了之后 就搞不清自己是人是鬼了 其实是人也好 是鬼也好 你坚持一致就好 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 你到了中国 你要跟中国人说 哎呀 我是一个美国长大的孩子 我中文说的很好 我们跟中国做生意 我们就希望帮中国发展经济 那我们 我的做事风格 就是美国人那一套 我实话实说 我不会说假话 我这个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不可能说这个 对吧 为了帮你 为了忽悠你 为了给政府做这个大外宣 我说一些你爱听的话 而不是我的真心话 这些话可以说出来 这个李敦白先生 在他的晚年90多岁以后 接受媒体采访 经常能说到这个层面 他就说能够实事求是的 你能看出这个老头越老 他越诚实 能够面对自己人生的失误 当然他也没跪下 钱也挣了 这个境界就比较高了 所以他能活到90多岁 请李大师预测一下 川普的可能性有多大 很大 行 我看这个时间不短了 瑞荣说老李分析的对 真正完全的基督徒就不会死了 如果他真的是说自己淘汰 换骨 彻底精神上 精神上生活上 意识形态上彻底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那真的还就无所谓了 因为你在美国我们见的多了 美国有很多高尚社区 就是围着墓地建起来的 很多人的窗户一打开 就一抬头 往下一看就是墓地吧 没什么 我30多年前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还是建了墓地 也是挺害怕的 我建了教堂都害怕 注意美国的墓地 很多老的社区 老的城市 他这个教堂的后院就是墓地 就是教友最后死了之后 就埋在教堂的土地上 成为一个墓地 教堂大家还保留着 老教堂 所以我一开始建到教堂 也是不舒服 后来经过好几十年的 不断的学习 实践 我现在才彻底扭转过来 我建了教堂 就是感觉很正常 觉得教堂挺好 挺安静 进出教堂的人都是好人 另外说个极端的 你说凌晨三点钟 你要有这个兴致 咱们到墓地去散散步 拔脚就走 没事 当然了 一般人没有说两三点钟到教会 到这个墓地去溜达去 没这个习惯 没这个需要 你要说让我去 你给我一个小小的奖励 我就去 没事 我已经克服了这个障碍了 但是一个中国人 很少能达到这个境界 人就怕三心二意 人就怕言不由衷 人就怕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难啊 我无所谓 你是基督徒文化 还是中国文化 信风水或者不信风水 我真的无所谓 我都尊重 这是你的事 我尊重 我讲到这个基督徒 基督教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 风水文化 我没有任何褒贬的意思 没有任何道德判断 就是一个中性的客观的学术的 讲这个事 希望大家不要产生误会 行 今天聊点 谢谢大家 补充一句 赵安吉那天出事的时候 大年初一的深夜 十一点半离开家 过了几分钟 车就掉到水里了 他还打了电话 通知了七千女当中的一个闺蜜 消息传出来 闺蜜都出来 到水里来救他 其中有一个女士 胆子特别大的 还下了水 也无急事 没法救他 有这个过程 等了半小时之后 也就是说到了 二月十一号 凌晨四分钟 才有人打了911 报了警 这个记录上 应该是在记录上 有这个记录 这拖了半小时 这个半小时可是黄金时间 直接决定能不能救活赵女士 方法对头不对头 工具是不是到位 这个是最关键的 等了半小时的时候 其实赵女士的生命 已经到了 应该是已经非常难 非常难的地步 为什么拖了半小时 大家记住一个观念 你设想一下 这是一帮绝顶聪明的人 都是哈佛毕业的人 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满嘴的酒气 应该是那一天的晚上 他们喝了不少的酒 咱们中国人 大年初初一 吃了饭能不喝酒吗 喝了酒 你再叫警察来 合适吗 不合适 其实在美国人 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 在旷野 求生的能力 在这个救援队 迟迟不能来的这么一个地方 美国人他有基本的训练 美国人有这个野外生存能力 就是阴漏就简 利用我现有的 我这有马 给马套上 让马把车拉出来 他有这个训练 但是在美国大城市长大的人 可能就没有这个锻炼了 而且在现场都是些女人 人碰到这个局面 没有那个冷静和判断力和生活的经验 这是导致赵女士一悲剧收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希望我们 我的听众 我的观众 一定要反思这个教训 谢谢大家 再见